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也是国中会考的相关报道 而自由时报的头条则是 有一名高职生接种了H1N案N1新型流感疫苗 结果陆续发生了副作用 两年后死亡 卫福部认定和疫苗无关 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却判决卫福部败诉 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 新北市原本打算出界领口国中的操场 给台北市当作世大运选手村的餐厅 结果发生了变故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痛批新北市 没有江湖道义 而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 接着来看 何欢山高山杜鹃花今年盛开 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开车上山来赏花 通往何欢山的台十四甲县大塞车 这个周末何欢山主峰的登山口到武岭这段路 几乎是动弹不得 南投警方上山一口气是开出了55张违规停车的告发单 也加派警力来维持交通 接近中午十分台十四甲县 何欢山主峰到武岭之间却动弹不得 就像是高山上的大型停车场 动弹不得 上山的下山的全塞成一块 今年老天爷赏脸 何欢山上的高山杜鹃花矿很好 山友用大爆发形容 也吸引不少民众假日上山赏花 但没料到几乎都塞在车阵里 问题就出在路旁的违规停车 人潮车潮塞爆何欢山 南投县仍然向警方获报后上山击查 两天开出55张的违规告发单 方面这个散发车 这个可能就电影停车问题 第一了解是开的55张 55张的那个电影停车的违规告发单 每年四五月间 正是高山杜鹃盛开旗 粉白色的花朵开满山头 何欢群山更是最容易赏花的大众路线 南投县仁爱分局 上午出动六名远景上山交管 预计未来一周还是花旗 假日至少涌入上山车次 希望民众发挥功德心 别把马路当自家停车场 记者黄契鹏冠群南投报道